记者郑锦义台北报道,临行祖孙昨夜在内湖区金龙路89项口对市民小巴撞上,惨死轮下,最新行车记录器今天曝光,发现肇事的小巴在左转直一被A住挡住视线,直直撞上过马路的祖孙,免过两人后才赶紧停下。 昨晚87分许,这对祖孙正要过马路,小巴士从碧山岩下来,正要由内湖区三段59项所转金龙路,不顺直接撞上,当场免过祖孙两人,附近民众及巴士上乘客赶紧下车,协力抬起公车,让救护人员将祖孙救出,但两人头部遭免,已经奄奄一席,送医抢救后不治。 小巴司机60岁的斗姓驾驶公称,左转时完全没看到祖孙两,有可能因为左侧视线死角,加上天色昏暗又下雨导致,讯后警方以业务过失致死罪送半。 当地镇姓李长对驾驶的说法不能接受,李长强调,如果因为天色太黑,会看不到路人,那这名驾驶晚上就不该开车好好去休息。 这名爷爷与儿子和开间协便,平常与人为善,常常抱着孙子在附近近出,发生这样的事情,街坊邻居都相当难过。